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学毕业时 爸说 你一定要念一个硕士学位 不用念博士 可是硕士是一定要的 为什么硕士是一定要的 我没有问 爸爸对我的要求非常少 所以一旦他开口了 我都很上道地照单全收 当然 也因为硕士大都很容易念 选个容易的科目 常常可以在九个月内拿到硕士 博士就麻烦得多 要是不幸遇上贪图廉价人工的指导教授 想要把研究生一直留在身边帮忙 那一个博士学位耗掉你十年以上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我就很安然地接受了爸的指示 没问题 一个硕士 我很有精神地附送一次 好像柜台后的日本料理师傅 而且要念一流的学校 爸进行了第二阶段的指示 没问题 一流学校 我像个师傅一样附送客人 点的第二道菜 我当然很同意念一流学校的想法 大学四年 整天听我有学问的好友阿比不断告诉我西方最厉害的几间大学 到底都厉害在什么地方 伯克莱呆了多少个德国诺贝尔的物理学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又完成了什么手术 德国的法学博士和美国的有何不同 牛津的研究生吃晚饭时要穿什么 康奈尔的研究生为什么自杀比例最高 聊的都是这一类的事情 对于在台湾各种烂学校混了十几年的我们来说 没事就把这些知识神殿的名字在牙齿之间盘弄一番 实在是个方便又悲伤的娱乐 就像两个台湾的初中男生 翻看着花花公子杂志拉叶上的金发兔女郎 夹杂着向往和民族的自卑 爸对学位的指示已经清楚收到 一流学校 硕士就好 轮到我对爸开出条件了 有风格的料理师傅是不会任客人点什么就做什么的 客人可以要求吃生鱼片 可是有风格的师傅会决定此刻最适合做生鱼片的是哪一种鱼 也就是说你点归你点 未必吃得到 爸 我只想念我想念的东西哦 可以 不要念太多就好 爽快 这就是爸跟我随着岁月培养出来的默契 各取所需 互蒙其力 不过 老实说 我取我需的状况 似乎比爸取爸需的状况 要多那么一两百次吧 想念的东西 对一般的台湾爸妈来说似乎有点怪 我想学舞台剧 还好我爸不是一般的台湾爸妈 从小到大 爸从来没有问过我 这有什么用 这有什么用 似乎是我们这个岛上最受欢迎的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好像上发条的娃娃 你只要拍他的后脑一下 他就理直气壮地问 这有什么用 这是我最不习惯回答的问题 因为我没有被我爸问过这个问题 从小我就眼睁睁地看着爸爸妈妈 做很多一点也没有用的事情 爸爸买回家里一件又一件 动不动就摔破的瓷器水晶 妈妈叫裁缝来家里 量智一件又一件 繁复的旗袍 从来没有半个人会问 这有什么用 漂不漂亮 喜不喜欢 好不好 这些才是整天会被问到的问题 长大以后 越来越常被别人问 这有什么用 他忽然领悟很多人 是随着这个问题 一起长大的 我不大确定 这是不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 一直到反复确认了 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都没有什么用 他觉得自己运气真好 人生并不是拿来用的 爱情 光荣 正义 尊严 文明 这些一再在灰暗时刻拯救我 安慰我的力量 对很多人来讲 没有用 我却坚持相信 这才是人生中的珍宝 才经得起反复的追求 好了 今晚的文字就为你分享到这里 我想每个人都曾经 在心理上出现过一种无意义感 而我一直觉得 这种无意义感 往往是在过多的追求 所谓的有用之后产生的 而人在追求那些所谓的无用的事情 也就是精神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是很难产生一种空虚无聊和无意义感的 不知道你同意我的观点吗 好了 今晚就是这样 感谢你的收听 也非常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准编经典的关注 如果想听到我和应游的其他节目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另一个号 剧听相聚的剧 收听的听 好了 今晚就是这样 感谢你的收听 最后伴随着一首歌曲 祝你晚安 好吗 当我站在出口 泪四面的风 有一点惶恐 我不能倒退回头 不能被左右 不能输给那流言里的虚空 他们想打扮我 他们想打扮我 看清我的风和流言听了太多 连自己都难过 为什么成长却要说谎 为什么成识却要隐藏 太多未尊的人真心就像鱼转的花 我只剩一点倔强 只为途中遇到过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能被左右 不能输给那流言里的虚空 他们想打扮我 看清我的风和流言听了太多 连自己都难过 为什么成长却要说谎 为什么成识却要说谎 为什么成识却要隐藏 太多伪装的人真心就像鱼转的花 我只剩一点倔强 我只剩一点倔强 只为途中遇到过 为什么成长却要说谎 为什么成识却要隐藏 太多伪装的人真心就像鱼转的花 我只剩一点倔强 我只剩一点倔强 只为途中遇到过 我只剩四重点 我只剩一点了 我只剩一点点 我只剩下多伪装 我只剩一个礼物 我只剩下多伪装 我只剩下多伪装 不再来 最后悠惊 我只剩下激 你们假装